曾经的唯一代媒英雄电耗的百里玄册 为啥现在没人玩的 说到玄册 想必大家都能记起来 当时的玄册靠着电耗的皮肤 既帅气又强烈 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最受女孩子欢迎的野王 是不是哪个玩摇的女孩 不想骑在电耗的头上呢 但是呢 在线版本 几乎是见不到这个英雄出场的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阿里说玄册在这个赛季应该更强才对 毕竟所有打野 只有玄册最适合出影刃 影刃在加强后 能增加巨额的攻速和移速 而玄册的大招 在击杀敌人后 同样能增加巨额的攻速和移速 助攻效果减半 团战中一旦让玄册参与了击杀 那么玄册真的就像个小疯子一样 追着所有人乱砍 但是呢 想要打出这样的效果 就需要在出装上做出取舍 防御装什么的根本就出不来 像是其他火热的打野 基本上都会出一件反甲 来增加团战容错率 而不能出防御装的玄册 团战容错率可想而知有多低 一旦走为失误 先被敌人秒了 再加上玄册在团战中的作用 除了那一勾子能控制一个英雄 基本上就只剩下输出了 作用更像射手的他 一旦团战暴毙 几乎就没有任何作用了 提到玄册的勾子 这是拳峡谷最暴力的控制技能 也是玄册的核心 能够从很远的地方 强制把敌方英雄拉回来集火 也能从很远的地方 瞬间突进到敌人脸上 但是这个技能讲究太多了 技能吸引时间又很长 一旦没有勾住敌人 拳策就要等很长时间 才有进场机会 非常的延误作战时机 在低段局还好 大家走位都不算太好 就算用自动瞄准 都很容易勾中 但是低段局 也没有几个会玩拳策的 到了高端局 拳策这种靠着 勾在单点突破的能力 就会大幅度缩水 敌人的走位 对拳策的理解 都会影响着拳策的胜率 最后作为打野 这个版本 拳策在野区太弱势了 拳策是那种 前期处理野怪 都需要用技巧的英雄 刚上手玩 甚至会打不过野怪 而且拳策三个技能 都没有啥输出 只能靠着普攻去打野怪 一旦被强势英雄入侵野区 前期的战斗力根本防不住 这也是为啥拳策 需要摇辅助的原因 路人局中的摇 可以在开局就跟着拳策 保护他的野区 加快拳策刷野的速度 摇的控制技能 也可以配合拳策的钩仔 让控制更稳定 但是呢 一个人玩排位 谁也不要意把命运 交在陌生的手中 所以说 想要在这个赛季 用悬策上分 一定要把熟练度提上来 还要找一个 能够全程保护自己的谣 双排一起上分 否则单排上分的新手悬策 只有被虐的下场 小伙伴们觉得 新赛季的悬策 是不是太重了呢 欢迎来讲讨论哦 拜拜